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报》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报》的YouTube频道 《正向步曬冷气》 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要说一说 就算香港的朋友们要支持内地方面的乌鲁木齐事件 或者所谓的对于风控太过严苛 因此有其他不同的诉求出来 在香港不是不可以让你用正常的途径去表达你的意见 但是看到科大那方面的学生会又说 校方那些保安为什么撕走了我们的文宣 就说好不满 那些文宣都不知道谁无端端走进校园里面 就贴上去 现在来着就说有一些新的规矩 很多不同的东西 撕了些文宣 老实说又不知道谁贴上去 到时候追究不了 因此看到港大就很聪明 看到科大这件事之后 他们即时说了 就加些新的条款进去 就说规定将贴的内容 你是可以贴 不过要表达你的学生编号 校外人士就无权贴的 而且贴的内容 就不能够超过两张A4纸的长度 意味着学生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 那时候很搞笑的 每一张纸就一只字 或者一张纸就一句标语 然后很多张纸就拼得很长 整条笼 现在在那里吵架架架 又说什么 校方呢 如果你乱移除一些东西 就违反了民主场的使用目的 又在那里吵架架架架架 这些学生 多余 人家撕走了 那就撕走了 要维持那个环境 我认为是 不要贴太多些无谓东西 都很影响那个观感 就是他们常常把民主这两个字 就上了头 就是摆到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位置 就是任何动摇到他们的东西 就是那时候那些什么年龙场也好 什么都好 其实都挺麻烦的 有个大字报场这些 你不是乱来的 再者 你贴的东西 如果现在有了港区国安法 你乱来的话 真的很容易出事 校方有时都是想保护学校的本身 甚至乎学生的本身 如果你这么喜欢贴的 那你就自己贴在你的房间也好 贴在你的房门也好 你这么够姜就贴了 贴完 再不是的 你传到IG 或者Facebook 你贴饱他 你又不贴 然后就匿名 贴一些可能 有可能有违法风险的标语 在逢大字报场 或者民主场这些 那就相当之离谱了 你加到这个规矩的话 事无不可对人言 那你又贴得出来了 又不敢写自己的学生篇图 又说这样又说那样 又说那样 有什么好害怕呢 是吧 是 为什么不写自己 哪个贴 还有这篇文 哪个人写 没有的 都不知道哪里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说那些东西都可以贴一些东西上去 那不可以 是吧 如果你说贴一些广告 可以不可以 如果有人这样做 那一样都会撕的 那你可不可以谴责 校方撕走那封广告 是违反民主 不是吗 是吧 就是这样 如果在理大 那个校园里面的民主场 就是贴那些尖东 夜总会那些 那些海背 可以不可以 是吧 是吧 不可以的嘛 所以有时 那些东西就最怕就是 事情就变了质 变了质 变了质之后 又不准人去 糾正回去 那糾正回去的时候 你又还在呱呱吵 或者 甚至乎 你又将那个行动再升级 那就很麻烦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 那个过中的因由 就好像 刚刚了 这一单 我们看到 尚师 叫理性点 去分析一下这件事 究竟是怎样 有关于广州的海珠区 哇 出动到眼泪弹 很厉害 要吓这些 当地的人 在来 对这些防疫抗疫措施 可能感到非常不满 此其一 此其二就是 会不会是当地的防疫抗疫措施 有人层层加码 加得很离谱呢 这个都有可能 是 不过出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相信是没有人想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警方 我意思是指海珠区的警方 他们真的要打扰那些 整个人这么高的 塑膠盾牌 有防护疫 看见都辛苦 虽然现在 天后也开始涼一点 然后又把面具都套上 某程度上 他们好像变了磨心 还有 为什么 海珠区的朋友 会突然间要这样做呢 要搞到 要去到眼泪弹 刚才我们也说 一定要看看原因 究竟是哪里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 例如在推特那些 都有人说回类似的原因 那我们就当它是 有可能是真的 那我们可以一起分析一下 说多一点 情况究竟是怎样 据一些报道就说 因为那个防疫措施 而爆发了一个 比较激烈的警民冲突 甚至乎 刚才说到 在一个小小的行行 就向市民 发了一粒 那么多的眼泪弹 据说 官方都没有 暂时一个正式的通报 和回应 不过 片段的事情 我们都说的了 虽然他们经常说 什么大监控 什么的 什么没有自由 但是都是 会被大家看到 还有好几个角度 都看到的 而另一个片段 我们也看到的 就是 市民 就向警方 扔这个玻璃瓶 一声扔完之后 附近的市民 是拍手叫好的 其实这个情况 是挺令人担心的 不过 总算 不幸之中的大幸 就没有很多人跟着这样做 甚至乎 那个玻璃瓶里面 就没有像 那些 香港的黑暴那样 就加料下去 不过 这种的 影片 传了出来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最怕 我们经常都看一样 叫做模仿犯 无论 没错 很多人 看完这些视频之后 就有所启发 然后就学里面的人 这样的做法 最麻烦就是这样 不过幸好 你说 是不是很多人之前 他们不是 我在内地那些 一些社交媒体上面 都有人说到这件事 但是很多都是 谴责这些人 这些暴徒的所作所为 对不对 因为你搞到那个区 是乱上加乱 例如有订阅那些 栏杆 然后有垃圾 湿湿湿湿湿湿的 周围飞 其实现在你 想防控那方面 去减低的话 或者叫做减弱 那个程度 我之前也在节目提过 最基本 你要给国家方面 看到 政府方面看到 你真的整个社区 就很干净 整个地方都很整齊 很容易管理 如果这么容易管理 你们所俗称的白衣 穿着保护衣 去到少了 或者容易了 容易一些去处理 自然大家合作 就算可以了 当然 我们看到 一个深夜的时分 大家为什么会忍不住 出来 当然 射完这个简直弹之后 大家都算散了 在小巷里 对民居方面的影响很大 不过 在小巷里 我们马上想起 韩国的事件 也很幸运 也没有太多人 是否很多人聚集 因为最担心下一步 因为看到这些 眼泪弹 有些香港人 又去潜伙 又说 要不要送 一些猪嘴 给你们 你们是否明白 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们 那时候 要用猪嘴 如果你在那里 煽动 内地的朋友 如何去做 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对抗 我觉得有点 太过分 这些人 绝对不能 不过 幸好 我们看到 理性的内地朋友 都比较多 他们要求的东西 是防控 那方面 减弱的力度 还回他们的 那种自由 再说 另一层 究竟 为什么会无端端 市民又要冲出来 这样的 会不会是 一些防控以外的 刚才说的 加了料的东西 网络小道消息 就说 举个例 最麻烦的就是这些 其实这件事 也不关警方的事 这件事 就惨变了一个磨心 你又走出来 坐在那里 在那里 我怎样 唯有驱散你 就算你有这件事 不满 也不是 杀事之间 警方可以帮到你 据说 据说 那条村里面 如果那些货 要出货 就有人说 要收回一百元一件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要收到这么贵呢 对不对 你做什么 帮我包东西消毒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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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那样 哇 消毒费 你又没有说清楚 所以说 对于制造业来说 这些一包货 可能我包货 有大包 有小包 也不一定 如果我很小包 逐建修,逐建修就肥仔了 这些是某些地方某些人员所做的一些比较离谱的一些措施 以及从这些防疫抗疫的问题上从中谋利 这个问题在不少的地方都有出现 总体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政府的问题 一般来说都是这些基层的一些人员自己乱做乱搞的 我相信这些措施如果你向上级投诉 他们是会有办法处理的 而且这些措施你逐件收钱 基本上根本就是跟收入买路前没有分别的 这些过分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会有投诉机制的 向他们反映,就由他们来处理会比较合理一些 希望不要有这些人,这些弊类 从中如果真的要做这些事情 市民方面,有于无路数 他们在这里说,哇,在村里保守估计 最少一天,有一千包货要出货 因为那个区里面不是只有人住这么简单 还有其他不同的事情 预示者说,哇,这条村里一天收到十万都可以 那怎么办呢? 哇,没有搞错,十天不是一百万 喂,怎么办呢? 哇,很厉害啊 所以大家就会冲出来 看到有些小道消息就说 有时不能怪人就不守规矩 是形势逼人这样做 可能大家有一种态度是怎样呢? 或者说不买,这个我们估计 不敢说是真的 假如,如果我是这些店家也好 或者我是这些生产商也好 哇,封了之后已经对我很大影响 有这样那样,有很多麻烦的事情 那我还要做生意 如果还做到生意的话 你突然间又要收我一百万一件 我已经亏到哭,做到哭了 你还要在我那里拿饭吃的话 如果我真的找不到求助无门 我不知道怎样去找到上级通报 又或者都不知道哪一个去收 或者去投诉哪一个 如果投诉的话,可能我还有什么不好的待遇的话 那究竟这帮人控制收一百万一件 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又不知道,又怕被人寻求 那怎么办呢? 那会不会有很多的製造商 或者可能其他的店家等等 都有类似的诉求 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就冲了出来这样做 再拌了一些 又是对于封控 甚至乎是一些比较偏激的海珠区的市民 冲了出来,所以就搞到这么大件事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叠加地拌在一起 希望都尽量不要 如果这些消息 究竟是真还是假 希望也不要再掩抹它 去查一查究竟是什么 听一听这些人究竟怎样说 否则他们又缩回来之后 趁机会又出过来,又是麻烦 如果假如真相 如果大家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公开到没有了解 其他区或其他地方 即是内地又有样学样 以为这样才行 原来背后有另一些原因 所以才这么夸张 只要出来扔玻璃瓶 究竟是怎样呢? 所以消息方面 真的要很小心去处理 这层当然 但我自己看回 关于海资区出现的问题 在网络上 很多人都是齐声谴责的 齐声谴责之余 也都直指这些搞事分子 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来的 即见到这样 就没什么人说会支持他们 那安心很多 希望这里真的要 去到某些位置 就要克制 这个很重要 一般见到这些画面 别有样学样 别人傻了 别人傻了 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19年612 他们对于再吓眼泪弹 有一班人是拍手叫好的 那些就是散运的失败者 等了多久 那时候最高兴的就是这班人 所以邓炳强局长 他确认那方面已经好了 出来说话都相当精灵 他说了一大篇说话 对于白子行动 还是白子革命 在香港也好 内地也好 他也说了一点 我看他的说法 集中于在大专和街头 例如中环 或者是黄婆婆 我简单说一点 他说以纪念乌鲁木齐事件为名 试图煽动针对中央的活动 这班人有使用统一的道具 也很直白地说了一句 当中包含了一些 2019年黑暴的积极分子 会不会是黄婆婆 这个很容易认 是他而已 他容易认 其他那些如果穿了黄鲁木齐 那就没那么容易认 说不定 我们看到中环那天 除了黄婆婆之外 有一些真的穿了黑色的外套 然后套上纸的样子 然后鬼鬼祟祟偷番薯 拿着一张纸去摔两摔 就是你零射闪熟的眼神 就很大机会在黑暴分子 如果你说来悼念乌鲁木齐事件 或者写某些口号 对于内地方面的支持 希望他们可以怎么办 为什么不让人见得 有什么害羞呢 是的 我也很想知道 继续说 有人以反华为主 在这些社交平台策划这些活动 我猜就是香港人日程表 叫大家小心 都照出来 有什么危险性 有什么危险性 都说了 形容这些活动 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哇 见邓局长 说到那么肯定 说到那么实牙实耻 我想可能警方 真的留意着这些人 不过 当是一个警号 让他们知道 把握了你们 究竟在做什么 也都看到了 香港是存在着国家安全的风险 有人死心不惜 试图要危害国家的安全 也都留意到 再次有颜色革命的初刑 当然可能内地的朋友 听到 蛤 不是吧 白纸行动 这些事情 是有指标性 是对准 防控方面 要有我们的自由 想过一个正常生活 意思是 不想再看到 乌鲁木齐事件再出现 因为防控方面 就导致有人离开 等等 怎样也好 记住 因为来到香港 我都说过 骨穴坏而止 因为来到 就像子那样酸 去到香港就变成了 留意到 有人刻意找到社会矛盾事件 然后煽动分化 有人刻意组织人家上街 现在说明 以大专校园为基地 嘩 是吗 这么厉害 是的 说明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收到风 还是怎样 说不是 现在我们一开始看到 这个民主场 是不是等这班学生歌 因为死心不息 在于什么 他们觉得 他们很单纯 那些大学生 我听他们说 对于什么 港大学生会 又没有了 例如 某一间大学 又想贴一些 关于 李大围城三周年的文宣 又撕了我 又怎样 你是不是瘋了 好说不说 李大围城三周年 还当这班好像英雄 要去纪念 你没有电 傻子 读书就读书 最惨的是 那些大学生爹 那么容易煽动 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 以为自己很了解这个社会 不是不了解 只不过 你们那个程度 未去到 在社会大学那里 有一些人生经验 被人多煽 就以为自己很聪明 被人多吹捧 被人多吹捧 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其实中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何后来变成 叫自己做暴大 还是很开心的 还是怎样 跟着邓局长也说了一点 就说了 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即使内地的学生都不例外 现在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是内地的学生 所以刻意手松 还是怎样 现在说到明白了 会不会有些 混习到去 绝对 不会的 因为很担心的人 就是 会不会有些在香港 一段日子 都同情了这些黑暴友 甚至乎被他们煽动到 他们说 现在跟你说 就是了 19年的时候 你们又不听我们说 你看看 终于明白了 对吗 是 也说了一句 哇 真是不幸言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时间 对不对 还是怎样 我说 遲些会占领街头 甚至乎用暴力 扔汽油多胆子 都不顶 也说了 担心 会再次 搞到学校 大学方面 一团租 会不会怎样 有些人就说 哇 有没有那么夸张 还是怎样 不要这样想 那时候 2019年 大家都没有想过 他们会瘋成这样 是吧 即是 及早预防 是吧 是吧 及早预防 并不是说 太过担心 就是怕会再出现 是预防的 性于治疗 对不对 没错 所以邓局长 在最后就说了一句 喂 我们不能够 等到事情发生了 汽油多胆子 扔了我们 才出来做事 是啊 那时候出来做 被你骂到 哇哇那样 啊 那时候去了哪里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们有机会再说一下 邓局长 还有什么 他也看到 那股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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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再想搞事呢 似乎也是 好 我们这次 不如来到这里 好吗 好 希望内地的朋友 真的 尽量看看 如何取得中庸之道 不要太过激进 好吗 没错啊 我都明白了 很难去 生活上很多麻烦 究竟是怎样 很不便的 是啊 我相信内地 不同的地方政府都开始 某个程度上 都会开始松绑一些政策 主要的原因就是 很多人都对一些政策 收拾太紧而表示不满 我相信内地的政府 反应也是非常快的 慢慢松绑 松绑经济又会有气息 最重要都是这点 大家找到吃 大家很快乐 还有 中国人的东西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仗 大家都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 下台阶 做好事情 让世界看到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